杜祥山 杜祥山通过镜头体会大自然之美 拍鸟推广生态保育 杜祥山正积极拍摄犀鸟品种 希望留下记录 70岁的杜祥山着迷于鸟类世界 不辞辛苦到野外拍摄各种鸟生态 且记录下它们的生活习性状况 栖息地生态环境等资料 在郊游马来西亚自然协会存到 以便日后提交给政府单位 及野生动物保护局 为推广环保教育 及原生态保育略尽年利 杜祥山退休前 从事石油及天然气的电力系统设计工程师 当时他已经喜欢趁工作闲暇之余 背着相机到户外捕捉野生动物镜头 2010年他首次参加鸟类摄影比赛 结果荣获一等奖 让他领略拍鸟 记录鸟类影像的乐趣 推动他进入飞鱼摄影的大自然殿堂 那是我在越南旅游时拍下的群鸟天空翱翔画面 介绍照片主题内容时 我记得视血唯有合群 团结一致 才能对彼此其保护作用 胜于单打独斗 杜祥山接受星周日报大柔佛社区报访问时表示 同比拍动物 他更爱欣赏各种色彩斑斓的鸟 抓拍鸟类震翅飞翔瞬间带来的震撼 聆听鸟的鸣声 体会大自然的美丽 一般在观鸟时 可能只看见形态的百分之十 照片可以放大数倍 细观鸟的羽毛 动作姿态 然后再去找寻相关资料及记录作为参考 拍摄同时扮演监督人角色杜祥山说 通过摄影作品 让他有更多机会了解鸟类 七年前加入马来西亚自然协会后 有感作为鸟类生态摄影爱好者 希望自己也能唤起公众 对野生鸟类保护的关注 我们到山林拍摄鸟的精彩瞬间 其实扮演着监督人角色 例如发现某处国家公园 森林保护区遭受砍伐破坏 协会便会把讯息传达给相关政府单位 让相关单位采取后续行动 他指出 大家如果一起提升保护鸟类与湿地的责任意识 共同维护生态环境的建设 地球自然生态的平衡使能获得保障 野鸭子渡河镜头 是渡翔山于社区湖泊捕捉的镜头 深怕错过鸟宗习惯带 摄影器才出门拍摄鸟地点 并非只有山林 闹市中 住宅园林总能瞧见到可爱活泼的鸟 我有不少照片都是在住家附近的公园 湖泊拍摄到不同鸟类的独特姿态 只要有耐性 细微观察 渡翔山平日与妻子吴明珠结伴出外 不忘携带约七公斤摄影器材 他说 在鸟的世界里 人类只能做旁观者 所以 拍摄野鸟时 不要去追 干 干扰或采用任何右拍方法 应该自觉保持一定距离 即使拍不到 也不轻易靠近鸟 这是尊重鸟类的自由 人除了工作 还必须有一些个人爱好 生态摄影 能够让人回归初心 尊重自然 进而提升个人的审美观 及创新能力 一旦调整好心态 多做尝试 退休也能活出全新的自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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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